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怎么回事呢 这还要从编导小鸾收到的一箱奇怪的撑子说起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撑子 我来打看一下 我天啊 这是撑子吗 这怎么全都是泥啊 这撑子没洗干净就卖了 而且这么厚的泥 撑子为什么要带着泥卖呢 难道是为了压秤吗 我们联系了撑子卖家 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我们宁海的撑子就是得带泥卖 不带泥它卖不了 不信你上宁海来看看 这黑乎乎的泥吧 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撑子为啥带泥卖 带泥撑子背后 又有怎样的绅士之泥呢 我们立即前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溯源称子戴泥卖的幕后真相 宁波市宁海县 是位于大陆海岸线中段的 一座领海城市 被清风和避水环绕 独特的地理位置 赋予了宁海独特的自然风光 为了移探这个戴泥称子的秘密 我们准备好了挖称子三天套 我一定要在这抓到戴泥的称子 来 走 我看到这个有小眼 我们来看看称子在不在这个里面 首先我来试试这个工具 看看它好不好用 海青桃 看你帮拿桃 我觉得我跑得已经够快了 还是没有 可能是吧 这个挖的还不够深 我换一个工具 换这个 也不知道这个称子它到底生活在多深的地方 没有啊 称子在哪里啊 那我再换一个工具 这个挖的肯定深 这么长的边 来 我们再试一试 哎 然而苦苦搜寻了半天 在沙滩上都挖出了一排小土包 还是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称子的踪迹 不是说 称子都生长在沙子下面吗 为什么我们却一个都找不到呢 这里真的会有我们想找的 带泥称子吗 在这里挖什么呢 啊 我在这找看看有没有带泥的葱子 没有的 我们女孩都到外面去找的 啊 不在这沙地上啊 它在哪里面啊 都坐在泥土里面 下面 可是我们只听说过滩土 泥土是什么样子呢 泥土中长大的称子 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我们动身前往据说 盛产称子的宁海县长街镇 看看泥土到底长什么样 在这里究竟能不能找到 穿泥大衣卖的称子呢 那是咋刚刚五点钟 这赶海的话还能理解 要赶着退潮的时候早早去看 这为什么养殖的称子 我们也要赶这么大早 才能看到称子呢 清晨的微光中 大片大片的围堂 倒映着朝阳彩霞 迷人的风景 让我们忍不住 想要驻足观赏一番 泥土其实就是泥质滩图 位于长街镇的夏阳图 常年有大量的淡水注入 海水咸淡适宜 泥至滩图松软肥沃 当地的称子更是以肉嫩肥美 色白为鲜而出名 这时采称子的大队人马 也来到了称堂 准备开始一天紧张地工作 把裤子摔上 裤子摔上 还得穿这个呀 这么长啊 对对对 把摔上去 开不到层子的 从这里下 从这里下 我就我知道 为什么要让我穿这个鞋了 对对对 快点快点 来不及了 称堂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大家都如此焦急呢 快点快点快点 太阳这么大 看你的泥巴是 踩都爬不出来 对 你的脚也拿不出来 我脚出来了 我的鞋还在里面 我这个脚怎么 刚才你就爬不出来了呀 这泥巴盖了 爬不出来 它干得这么快吗 是啊 没水了吗 卸住了 这个泥巴会咬人 对呀 哎呦 走 我又被你累死了 这样 哈哈哈哈 这个泥真的干得好快呀 我刚踩进去 它就干了 你快一点 这样挖不到层子了 快点 啊快点 快点 不要这么着急啊 快快快 别多说了 跟我一样挖 就能挖到层子了 哎呀哎呀哎呀 我好像摸到了 我好像摸到层子了 咋上来了吗 哎呀你摸到了摸到了 哎真的要撑着 看 那我们要挖多深了 大牌 你挖下去 挖下去我们有神气的 不会太深的 这泥里头能有什么神气 哎哎 我这个刚挖了 没多深 我好像就碰到底了 这个泥地就只有这么深吗 对呀 就是这是 这就是神气嘛 这就是神气 这地就是神气啊 这有什么特别的呀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但这个底下好像不是地 它好像是 好像这个手感摸起来 不像是里面 这下面是什么呀 网啊 哦是一个网啊 这为什么要铺一个网啊 铺上网 趁着不往 往底下扎了 就是这个神气 我们扎趁着的时间 省了一半 哎呀 看我又挖到了一个 好大呀 真的好多橙在下面 而且感觉这个很轻易就能挖到了 就不是说 不需要挖得特别深 有了泥地下的网格 阻止橙子向下钻 这里的橙子抓起来 可就方便多了 看我们这一小片地 抓了这么多的橙子 这还不算多呢 一个它 二十多磨能炸 一味多斤 一开始我们很轻易地就挖出了又大又多的橙子 然而没过多久 橙子却越来越难挖了 有点干了 对 挖了 拿不出了 扣起来好硬啊 你看 这样的 再挖 哎呀 这泥巴大概挖开 多少时间会干啊 早上就挖起来 等一下就挖了 等一下就干了 干了之后 这个橙子会怎么样 要死掉的 要死掉呀 对 这泥巴挖了 橙子没发呼吸了 没有水了 挖了 挖不出来了 好好 快点快点 时间来不及 扎紧扎紧扎紧啊 快点快点 泥巴在阳光下风干得很快 因此橙姑们 每天清晨五点 就要抓紧在正午前 将泥底中的橙子挖出来 保证他们的鲜活 哎 蹭了你脸 完了 我说脸都更脏了 我们我们叫做你好 美容养颜 还美容养颜 你看 橙子也白白白白的 你的脸也白白白白的 紧挨着三门湾的橙塘中 灌满了来自大海的 富有微生物的淤泥 在这种淤泥中成长起来的橙子 个头饱满 肉质肥嫩 这泥可以说是橙子的生命之泥 橙子正是靠吸取泥巴中的养分 才长得又白又胖 挖好的橙子 就可以送去市场售卖 但这橙子养殖的时候 带泥很正常 可为什么卖的时候 也不收拾干净呢 我们在市场分别买了 带泥和不带泥的橙子 邀请了三位志愿者进行盲测 分别品尝 用同样的水煮方式 烹饪了两种橙子 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第二种就更加的肥美 更加鲜 明显这个更甜一些 然后的话比较有弹性 两种橙子味道都不错 但是第二种 明显比第一种更加具有 一种海鲜特有的清香味 结果表明 几位时刻更青睐 带泥橙子的口感 那这种带泥的橙子 到底为什么更加鲜美 泥吧 真的有让橙子 变得好吃的神奇作用吗 我们分别将八只 带泥橙子和不带泥的橙子 在同样环境下放置一天一夜 结果表明 带泥的八只橙子 有六只依旧鲜活 然而不带泥橙子 却只剩下两只 原来 泥吧并不是让橙子变得更好吃 而是通过泥吧中的微生物 给橙子供给营养 让橙子相对保持鲜活 原因揭晓了 这样您是不是觉得 橙子带泥脉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但是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这种 藏在泥沙中的小海鲜 可以说得上玄乎了 大家绝对猜不到 它的藏身之地 您听说过 消失的大海吗 要想吃到这种小海鲜 必须要等到海枯食烂 您相信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浓浓的烟火器 最能辅人心 也让夜晚的烧烤店 赚足了人气 而有一道菜 在众多诱人的烤物集合中 偏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有什么能比 欣欣念念了一晚上 却求而不得 更让人失望的呢 我们更好奇的是 究竟是哪一道大菜 让大家如此惦记 不到八点就已经卖断货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要等到海枯食烂 才能吃到的美味 白蜜子 制作时不需要什么步骤 只等温度上来 让白蜜子微微开口 再让炭火 持续制烤一会儿 使蜜子肉表面看起来 略带焦黄 就可以上桌了 这道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 烤白蜜子 真是让大家伙 想吃却不可得的大菜吗 它为啥 能及宠爱于一身呢 又大又肥 鲜嫩多点 非常厚实 咬下去一口水 特别咸 特别嫩 总结下来 大家吃的 就是白蜜子的一个仙字 可是 想要吃到白蜜子 也不至于要等到 海枯食烂吧 你们家里鲜子 为啥那么火呀 因为我在一个 很神奇的地方取货 它每天就是 出的量特别少 所有人都去抢 都是限量的 我都需要去抢 不仅要等到海枯食烂 还要每天去抢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我们还是去 店老板所说的地方 探个究竟吧 等到海枯食烂的 美味白蜜子 究竟长在哪 这儿的大海 为啥会奇迹般消失呢 此次我们来到的盘锦市 地处辽河三角洲 中心地带 是辽河入海口城市 这里有迷人的红海滩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盛产各种贝类 每天都会有乘风破浪的 游船出海作业 既如此 挖白蜜子 应该不会难呢 又何来 等到海枯食烂 那么一说呢 你看前面 我看他们也拿了 好多的工具 看这家伙事 应该也是 去这个挖蜜子的吧 我们去问问 您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这拿的这些 是干嘛去的呀 采白蜜子 那穿这个是去哪 采白蜜子 去海上 海上 咱这都是海上 才有白蜜子 海上那个有个岛 既然我们现在 没什么线索 索性就跟着大家伙 出海去瞧瞧 万一大家伙说的岛上 就有我们要找的 海枯食烂的白蜜子吗 游艇速度很快 我们像是飞驰在大海上 大概航行半个小时左右 游艇开始慢慢降速 我们却来到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们竟然是从一条船 来到了另一条船上 不是说要去岛上吗 难道这个岛 是游艇到不了 要开着大船 才能到达的 可是我们等了半天 大船也丝毫没有动静 像是稳稳地扎根在海上 再看看周围的人 似乎也并不着急 开始自觉地 在一个窗口前排起了队 好像是在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还给我们美人准备了一双袜子 除了一双让我们摸不清头脑的袜子 我们还发现了一张线索卡 这上面写的为避免贪图的尖锐贝垒 扎伤双脚 可是我们这都已经到海上来了 这怎么还写的是到贪图上呢 难不成我们要开船前往的 是一片带有沙滩的岛吗 可这么长时间了 船还是没有开动 时间还没到 稍等片刻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会遮向大白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 我们还真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船周围的海水竟然在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贪图 原本停在海上的船 生生变成了搁浅在贪图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我们是不是坐了半个小时的船 到了海上 然后我们又从小船换到了这个大船上 那刚才我们看看是不是周围都是海 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后面变成沙滩了呢 海水都去哪儿了呢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阀门 可以让海水消失不成 我感觉我已经找到白衔子了 因为这个脚底下 好像全是这个贝壳类的东西 因为特别特别扎巧 我们可以确定 这里确实是一片有白衔子的贪图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格力港它是一片水下的贪图 它长潮的时候就是一片大海 落潮的时候才是一个贪图 我们才能到上面去采贝类挖蛤蜊 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白衔子 是等到海枯食烂的美味 海枯很好理解 是等到落潮海水退去 而食烂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众多河流携沙石注入此入海口 河流中的沙石被浸泡冲刷成细利 形成一片高企的滩涂 因此便有了落潮为滩 涨潮为海的隔离港 也因为淡水的注入 所以隔离港的饵料生物特别丰富 再加上泥沙含量的比例 十分适合贝类生长 所以这儿的白衔子不仅数量多 而且各个肥美肉满 鲜嫩无比 可就在我们认真干活的时候 说是来踩白衔子的那一群人 却有了奇怪的举动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们在跳舞前面舞一起来 跳舞前面舞 对 怎么来 你跟我一起跳就行了 我被拉着跳了五分钟的这个彩背舞了 这就是为啥要跳舞啊一直 低头看 看我们的贝类白衔子是不是自己钻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踩股的一种方式啊 叫做踏浪死背 所以这个工具在这儿是没有用的 根本就没有用啊 只要你一直踩啊踩啊 它这个就出来了 只要你保证足够的体力在这儿跳 在这儿踩就可以了 果然 此时的摊土上出现了很多白衔子 可是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力气 才能批量收获白衔子呢 你们平常都是这么每天跳来跳去的 然后收获吗 不是 现在啊 这是让大家做体验的 我们还有我们踩背的神器 这踩白衔子竟然还有神器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器 可以在短时间内 批量收获白衔子呢 我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 又回到了船上 果然看到了一些大家伙 走啊 走走走走 快点啊 走啊 隔离港从落潮到涨潮 平均时间大概是四个小时 在短短几小时内 那么大费周章的下海作业 这些神器到底有多厉害呢 终于下海了 本来看起来是个大块头的机器 来到海上也变得渺小了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机器作业时 它的前端会将泥沙和白衔子 一起卷到传输带上 在传输过程中 刷子会去除多余泥沙 将成熟的白衔子 传送到后端的网箱里 而还在生长中 规格较小的 则会通过网筛 筛毁到弹图继续生长 神器不仅可以做到 补大留小 还节省了时间和人力 有了它们 大家伙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在海边 每天都会有 数以万计的小海鲜 被打捞上岸 来到大家的餐桌上 那么生活在海上的渔民 它们又会用小海鲜 做出哪些地道的看家菜呢 断华超是土生土长的渔民 今天的白衔子很是新鲜 它决定用白衔子 来做一道拿手菜 跟其他人不同 断华超选择 在一开始就把白衔子倒入锅中 它连油都没有放 这做的是哪门子的 辣炒白衔子呢 锅中温度开始上升 白衔子自身的水分 在慢慢蒸发 所以即使没有加水 也不会糊锅 当白衔子的口微微张开时 时机到了 断华超迅速将它们又捞了出来 白衔子特别容易熟 热锅一炒很容易开口 直接辣炒不就行了吗 为啥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这个白衔子吧 它里面有那个原汁原汤 必须刚耗 刚耗以后把那个汤汁出来 又炒起来才更鲜 不能加水 要让他把这个汤的这个鲜度先煮出来是吗 对 必须给它煮出来 白衔子马上要第二次入锅了 油锅中放上葱 姜 蒜 再加上必不可少的红辣椒 等到炒出香味 便可以放入已经所鲜的白衔子了 而此时才真正到了展现功力的时刻 此时的白衔子几乎已经熟透 所以入锅之后要不停地翻炒颠锅 才能使得白衔子既入了味又不会变老 等到白衔子均匀上色之后 便可以出锅了 一天的辛苦结束了 海上的伙食不比饭店 但足以让累了一天的渔民们吃得心满意足 能吃上一口自己的劳动果实 这何尝不是一种劳动带来的幸福呢 我们从北京出发 前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以及辽宁省盘景市 寻找藏在泥沙下的美味 通过溯源我们了解到 在过去提到赶海人或者出海作业的渔民 大家都会觉得十分辛苦 仅凭挤双手 只能有一定的收获 如今 无论是淤泥地利增加维亡 传统海鲜有了新卖法 还是引进机械化设备 推动海上现代化农业发展 大家都在通过智慧和努力 勤劳致富 这也许 就是藏在泥沙中的小海鲜鲜美的意义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